來,今年最美最美的信用卡牌排名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之前在尾牙的時候 其實也有跟大家分享過我們的信用卡牌 那因為就是我們尾牙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們這些就是這個排行碼的部分 都移到我們的池圍來跟大家做分享 第三名到底是哪一張卡片呢? 有點緊張,我們沒有那個背景音樂 登登!第三名是玉山拍錢包信用卡 登登!你猜對了嗎? 好,如果你是猜玉山拍錢包信用卡,不好意思 好,就是已經失去這個資格了 這個非常的有趣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次排名的基本資料 這次問卷收集,收集到416組 那扣除掉25組無效的續問卷填達次數之後 有391份有效的問卷 那它的信心水準達到93% 其實蠻高的,接近400個有效問卷選出來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玉山銀行拍錢包信用卡 那一共有,它得票率有多少 它有來到7.42% 一共有29個人選擇玉山拍錢包信用卡好卡 對,那我不知道就是大家都已經有辦這張卡片了嗎?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喔 就是這一次它不是有個這個加碼糾團的這個活動嗎? 那 那我有去問過這個玉山的金牌說 那其實像我這樣只有是不是全台灣第一大團 他說我是全台灣的前三大團 但我不是最厲害的 也就是我大概是第三名 所以也是非常謝謝大家的支持 但是呢,其實我們不是最厲害的 就是還是有人更厲害的 對,所以說像那個什麼最大獎啊 最大獎不是iPhoneXX嗎? Macs嗎? 那就被別人抽走 就不是我們這一團就這樣客氣 如果是的話 我就在尾牙送出去給大家 那到時候是怎樣?我想應該是虎一城拿到吧 結果他這次只有三千塊的那個 千萬三月禮券啊 就是比較可惜這樣子 有人說這個是淡藍色水汪汪 非常純真非常的漂亮 對,所以大家是不是也覺得說 這個淡藍色其實是還蠻美的這樣子 乾淨又有設計感 大家都覺得這個排錢包信用的乾淨又有設計感 然後有人說黑色很有質感很好看 所以我們有人是辦黑色的嗎? 我覺得大部分人都還是辦這個藍色比較多吧 有人有辦黑色嗎? 黑色卡面的造型簡約度辨識度很高 很不錯 然後大部分都寫回饋高 所以我們不是選那個好漂亮的卡面嗎? 而且大家都選都寫說這個卡片的回饋高 所以他的他的卡片就很漂亮嗎? 就是好奇怪 簡單直白簡單明瞭 簡潔而且是喜歡的藍色 所以又有人是喜歡藍色嗎? 對不錯 我是辦白色因為沒有綁電子票證 對其實如果你沒有綁電子票證的部分 你有其他不同的顏色可以選 黑色然後白色然後有什麼粉紅色之類的 對 那就是你一個人最多可以辦兩張 一張就是這張藍色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三選一這樣子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個其實只要一張就夠了 你不用那麼多張因為他的不愧也不會比較多啊 那再來還能講到什麼 簡潔的卡面還有雙面一致的顏色套出來的激情的效果 所以你們很常把它拿來做實體刷卡 它的正面跟背面其實都是一致的都是那種淺藍色 其實是蠻好看的 喜歡他簡單又帶點有流線感的設計 而且是我的第一張信用卡 所以如果你的第一張信用卡是玉山台錢包信用卡 真的是不錯 就是你們的留言我都把你們唸出來了 呵呵呵呵呵 好OKOK好 好現在我們第三名已經看完了